七十七 认就之而为理 赌心见乃为邪 是为所知账犯 横持所知账 必当度于吃 怎入聪明爷 更况智慧乎 凡是把自己 已经拥有的旧知识 作为唯一正确的道理 作为真理 而不再吸收新的知识 并且把新来的知识 见地视为邪见 即以自己的旧知识为标准 将任何新来的 不符合自己已有知识的东西 都拒之门外 并打为歪门邪道的人 这种人就犯了所知障 也就是说 他所知道的知识 已经成为他学习新知识的障碍 一个人 有了所知障以后 必定会度入愚痴的境界 甚至可以说 已经是一个愚痴的人了 而不可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更不可能说他有智慧 因为聪明是指世间的学说 智慧 则是指更高一层的一种 无为境界的学说 为什么一个人 不应当犯所之障呢 比如一个人聪明得不得了 一生下地就看书 那么一天读一本书 假使你活上一百岁 一生也只有三万六千本书的知识 但我们这个世界上 难道只有三万六千本书的知识吗 如果除了三万六千本书的知识以外 还有更多的知识来了 不符合你三万六千本书本上的知识的 你都打为歪门邪道 难道你已经掌握了真理吗 其实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仅凭三万六千本书的知识 便以为认识了宇宙 实在是荒唐可笑的 所以说任何人都不应该犯所智障 不应该把所已经懂得的知识 拿来作为防护的武器 抵御新来的知识 应该是见到什么知识都学习 最后为实践所鉴定 才能得出以前学到的是真理 还是现在才见到了真理 只有这样人才会聪明 乃至于进入智慧的境界 这是绝对不可更变的真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拍照